补助护理人力解决医院关床 少年纳係维环和伊亚郭禅 少年纳意宁与伊亚郭珊 上几次拿标志说出他们的訴求 因应新冠纪讲新闻 7月中有1波的高峰 当初最级更新疏 有核心脏10万人 现在伊亚真的有严重报告 好有心理过去改阅 今年1月到4月 本来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职业的护理师人员 从19万259人不增 没有办法留住反而下降 减少了856人 我们如果要达到三班的互并比 那我们到现在还缺7500位护理人员 护理人员的空缺率 其实是高达6.53 这部分一直都没有补足 离职率也来到了11.73 为了要减轻医疗营锁的负担 提出提升医护台股 保住医护人 建立太减轻油要记住 还在加上这关处案快台七处 让有不足进入销 说后已经是带所有的医疗都比行 要第2%变得 从去年各大医疗机构 开始病床降载 看起来好像是急诊的拥塞 其实我想各位媒体也都知道 是因为楼上的病床是有的 但是可能开不出来 因为护理人力的一个不足 我们过去急诊症的护理人员 就是来得快去的快 病人也来得快很快的处理了 现在留在急诊里面处置 他们就要照顾这些流关的病人 所以相对的 护理人员的流逝会更快 让有讨会的回流优先机制 都是单线工事的方式 让有接受的护理人员 还要抵护理人员 还要改善会关护理人员的经营 才会让以后流动率不断欧生存款 比起新闻综合不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